現在我們開始教一教電阻 教過電阻之後 我們的題目 裡面的燈泡電阻就可以不一樣 然後就請你去做一些計算 或者一些不用算觀念理解的問題 第一個是大概可以講一下電阻 說大概講就是因為我們國中講不清楚 我們的電阻就是電流的阻力 就是阻止電在流動的 跟我們以前學的摩擦的意思差不多 那為什麼會有電阻 就是在電子移動的時候 平時的碰撞受原子的吸引 這些因素有關係 還有它的整個經理的結構組成都有關 自從偉大的學位我們國中疑慮 不管 我們只知道說電在流動的時候 會受到一個阻力 我們稱之為電阻 阻擋它不讓它走的力量 OK 那麼影響電阻因素有什麼 第一個 材質 不同的材質的阻力不同 我到後會問你 我們以前有背過 導電最好的金屬 導電第二好的金屬 然後不同的金屬會導電 導電程度不一樣 所以叫做材質的影響 後面兩個是學測考過的影響 一個叫做長度 同樣的材質 如果長度越長 它的電阻就會越大 就像走過沙地一樣 這個沙地如果越長滾過的時候 會經過的總阻力就會越大 意思是差不多的 所以長度越長的阻力就會越大 第二個是結面積 面積越大的阻力越小 我們要從這個教室出去 門如果很小就很難出去 門如果很大就容易出去 整面牆打掉更容易出去 所以結面積越大的阻力就會越小 這兩個是學測考過的 畫個圖來問你 誰的阻力大誰的阻力小 看面積看長度 長度越長阻力越大 結面積越大 阻力會越小 這很容易可以想像 可以很容易理解 所以不用死背 他就會知道事情 那麼所以這裡面有一個 算是模擬的動畫 就是來講這件事 這有個low 這個low就是材質的意思 我們國中不管 材質不同 主力就會不同 那我們要看的是長度跟面積 那麼長度如果越長 主力就會越大 長度如果越短 主力就會越小 再來就看面積 面積如果變大 主力就會變小 面積如果變小 主力就會變大 這就是跟你講 面積跟長度的關係 是你要記住的事情 OK 那麼就是剛剛問的 我說過我們學過了 材質的影響 金屬可以導電 表示它電阻比較大 比較小 電會流 所以主力比較怎樣 小 好 那於是就要請問你 我們以前學過的 誰是導電最好的金屬啊 一個我們背過的是導電第一號跟導電第二號 我們導電第一號的金屬是誰啊 六號 六 六號 六號 誰 贏 請坐 導電最好的金屬是贏 導電第二號的金屬是誰啊 這兩個 我有交第三好的 你就不用背他第三好的 但是你要知道第一號跟第二好的 27 第二號是誰啊 銅 銅 請坐下 第二號的是銅 我們還有背過一個 唯一可以導電的非金屬元素是誰啊 好 要講正確喔 不要 十二號 十二 唯一可以導電的非金屬元素是誰 要講正確 講清楚喔 你懂什麼 石墨很好 你要講石墨 不可以講碳 因為它有很多種 這個是以前就知道材質的事情 材質的事情 以前教過的 然後重點之間還有一個長度跟面積 其實你要記住 長度長 煮電煮大 截面積大 電煮小 OK 那麼 有電煮有什麼影響 電煮就是主力嘛 阻擋它的嘛 所以呢 同樣的電壓 就是同樣的推動力 我的推動力一樣 那你主力大 我的電流就會怎樣 電流就會小嘛 主力小 電流就會大 但因為這個主力 是會消耗的 是會消耗能量的 所以電池呢 會提升電位 讓它的電位能增加 對正電而言 電位能增加 但是呢 經過電 它就會消耗能量 所以它的電位就會下降 所以呢 電池提升電位 每經過一個電器 電位就會下降 這要做0 又回到我們的負極 所以呢 可是我有主力 我會消耗 所以就是我們電阻的影響 就是說 同樣的電壓 電阻越大 電流就會越小 然後後面就會出現一個計算式 就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然後呢 我們經過電阻之後 我們的電位就會下降 我們會消耗我們的電位呢 就跟各位談一下 我們電阻的影響 OK